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段来学习第八章税法 本章考点包括四个方面 税法概述 增值税 消费税 以及企业所在税 好 我们首先讨论第一节税法概述 先来看税法的概念 那么所谓税法是调整税收关系 包括税收分配关系和税收管理关系的 法律规范总称 本质上是正确处理国家与纳税人之间 因收税而产生的税收法律关系 既要保证国家的税收收入 也要保证纳税人的权利 那么关于税法的这个概念 大家把握住我话圈的几处关键词 首先说到税法 它是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 而税收关系呢 包括税收分配关系 和税收管理关系 并且经税法调整的税收关系 就上升为是税收法律关系 再有税法呢 分成两类 分别是实体税法和程序税法 那么所谓实体税法 它是规范税种的税法 也就是规定国家争什么税 纳税人交什么税的税法 具体来讲是规定国家征税和纳税人纳税的实体权利和义务的税法 包括像流转税法 所得税法 财产税法 行为税法等等 而程序税法 从字面就不难理解 它规范的是国家怎样征税 纳税人怎样纳税 这个程序是规范这个的税法 也就是规定税务管理 征税和纳税程序等方面税法 包括像税收征收管理法 发票管理办法等等 好 我们再来看我国的税制体系 首先把握住我国现行的税种 可以分为是五大类 其中流转税 所得税 大家耳熟能详 这是我国的主体税种 好那流转税类 包括哪些税呢 增值税 消费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关税 所得税类呢 包括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这些税种 大家都耳熟能详 好 接下来资源税类 包括资源税 环境保护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以及特定目的税类 包括耕地占用税 车辆购置税 以及烟业税 最后呢 是财产行为税类 包括房产税 车传税 传播吨税 印花税 汽税 以及土地增值税 好 再来看我国的分税制 这是需要大家 重点把握住的知识 大家回忆 我们上一章 在讲预算法的 基本原则的时候 就提到原则之一呢 就是分税制原则 好 那在这里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怎样分税制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税 要分为中央政府固定收入 地方政府固定收入 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共享收入 这么三大类 好 牢牢记住 每一个税中 它到底应当 属于哪一类 好 首先 中央政府固定收入 包括消费税 注意其中 也含着海关 代征部分的消费税 以及车辆购置税 关税 还有就是传播敦税 接下来 地方政府固定收入 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税 土地增值税 房产税 车船税 汽税 大家知道 买房子要交汽税 对吧 环境保护税 和烟烟税 其实大家不难发现规律 地方政府的固定收入 都涉及哪些税种啊 像城镇土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税 土地增值税 房产税 买房子 要交的汽税 这不都是跟房子 跟地有关的税种吗 再有 车船税 注意别跟这个 传播敦税 搞混了 传播敦税 这是中央政府固定收入 车船税 是地方政府固定收入 再有呢 环境保护税 烟业税 你都能把它想象为是跟环境有关的税种 对吧 因为抽烟也污染环境吗 所以 地方政府固定收入 你就可以继承是三大方面 第一方面 是跟房子 跟地有关的 第二方面 车船税 第三方面是跟环境有关的 环境保护税 和烟业税 再有呢 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共享收入 包括哪些税种呢 增值税 注意其中 不含海关代政部分的增值税 海关代政的增值税 应当属于中央政府固定收入 再有呢 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都属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共享收入 接下来 资源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注意 别搞混了 城市维护建设税 跟那个城镇土地使用税 不是一个概念 对吧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它并不是跟房子跟地有关 对吧 它是共享收入 这个城镇土地使用税 是地方政府的固定收入 再有印花税 属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共享收入 好 我们来看一个单选题 下列税收收入当中 属于中央政府固定收入的 应当是哪一个 A 消费税 就是它吧 也包括海关代征部分 对吧 B 车船税 咱前面说过 地方政府固定收入 概括成为是三大方面 跟房子跟地有关的 再有呢 车船税 以及跟环境有关的 环境保护税 跟那个烟烟税 对吧 这是地方政府的固定收入 C 资源税 D 企业所得税 大家记得 这都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共享收入 尤其这个所得税 无论是企业所得税 还是个人所得税 大家记住 都属于共享收入 本题答案应当是选项A 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税收征收管理法 首先明确 国税 地税 征管体制 改革的这个要点 100年3月 国税 地税 征管体制改革 省级和省级以下的国税 地税机构合并 具体承担 所下去内各项税收 注意 也包括非税收入的征管职责 实行 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 于省自治区 直辖市政府 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 把这个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要点 先记住 好 接下来我们首先看税务管理 先是税务登记管理 那对于设立税务登记 把握住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领取工商营业执照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 应当是自领取营业执照之起 注意实现 30日内 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那就说程序上是先工商 后税务 而且后税务这个实现要求 是30日 那么其他纳税人 是自纳税义务发生至起 30日内 向纳税义务发生低 税务机关呢 来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注意两个要点 一个是实现要求 也是30日 是自纳税义务发生至起呢 30日内 而且是向纳税义务发生低的 税务机关呢 来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而不是这个居住地 或者是场所所在地 要注意这一点 另外 注意这个改革措施 自15年10月1日起 新设立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领取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核发 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 营业执照之后 就无需再次进行税务登记了 简化了 好 我们再来看 变更税务登记要求 首先 是自市场监督管理机构 变更登记之期 也是30日内 要向原税务登记机关 来申报办理 变更税务登记 注意程序上 还是先工商 后税务 而且是30天 跟我们前面说到的 这个设立税务登记 领取工商业执照 从事生产经的纳税人 跟这个规定的应当是一致的 如果不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或者变更内容与工商登记无关 那么是自税务登记内容 实际发生变化至起 30日内 或者自有关机关批准 或宣布变更至起 30日内 到原税务机关申报办理 变更税务登记 注意实现要求 也是30天 好 我们再来看 注销税务登记情形 首先 因解散 破产 撤销 及其他情形 依法终止纳税义务的 应当是向市场监督 管理机构 或者是其他机关 办理注销 登记之前 去办理这个注销 税务登记 也就是说程序上呢 是先税务 后工商 也不难理解 如果纳税义务这边 还没了了 你当然 是不能够去办理这个 工商这边的 注销登记的 对吧 那如果不需要在市场监督 管理机构 或其他机关 办理注册登记的 那是自有关机关 批准或宣告 终止日期 注意是15人类 去办理 注销 税务登记 那这就说 不需要 这个工商注册的 那就是 先 办这个 终止宣告了 有关机关 批准终止了 先办这个手续 然后是这个 税务登记的注销 这个税务登记注销呢 就是在后了 对吧 再有 如果是被市场监督 管理机构 吊销 营业执照 或者是被其他机关 予以撤销登记 那应当是自 营业执照 被吊销 或者是 被撤销致起 也是15人类 办理 注销 税务登记 这下来是什么呢 先工商 后税务了 再有 纳税人 住所 经营地点 发生变动 涉及改变 税务登记机关的 应当是向 市场监督管理机构 或者是其他机关 办理 变更 注销 登记之前 或者是 住所 经营地点 变动之前 申报 办理 税务登记 应该是什么呢 是 先税务 再工商吧 并自 注销 税务登记 至起 30日内 向 千达地 税务机关的 申报 办理 税务登记 事件要求 是30日 再由 境外企业 在中国境内 承包 建筑 安装 装配 勘探工程 和提供 劳务的 应当是 项目完工 离境前的 15日内 去办理 这个 注销 税务登记 好 我们再看账簿 凭证管理 把握住 四个要点 首先 从事生产 经营的 纳税人 应当是 自领取 营业执照 或者是 发生 纳税 义务之日期 是15日内 要 设置 账簿 那扣缴 义务人 应当是 自税收 法律 行政法规 规定的 扣缴义务 发生 之日期 是 10日内 按照 所代扣 代收的税种 分别设置 代扣 代收 代缴 税款 账簿 注意 纳税人 是 15日内 扣缴义务人 是 10日内 实现要求 别计混了 以及 从事生产基因的 纳税人 应当自领取 税务登记 证件 至起 是15日内 将其 财务会计制度 或者财务会计 处理办法 报送 这个 税务机关 备案 这是 操快制度 备案的实现要求 以及 账簿 记账 凭证 完税 凭证 发票 出口 凭证 以及其他有关 涉税资料 应当是保存 十年 法律 行政法规 另有 规定 除外 这个保存 实验要求 要把它记住 好 我们再看 发票 管理 把握住 两个要点 首先 当然是税务机关 是发票的 主管机关 其次 已开具的 发票 存根联 和发票 登记部 记住 应当是 保存 五年 别记混了 发票 是 保存 十年 对吧 那么 发票的 存根联 登记部 减罢 是保存 五年 别记混 好 再就是 纳税申报 管理 把握住 两个要点 一个是 纳税人 在减免税期间 当然 仍然需要 申报纳税 以及 如果是 邮寄申报 那么 是以 既出地的 邮戳日期 作为 实际 申报日期 注意是 既出地 好 我们再来看 税款征收的 有关规定 首先 税款征收的 主要内容 把握住 这么几个要点 一是 纳税人 一有特殊困难 不能按期 缴纳税款的 注意级别 得是经 省级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市有局批准 可以 延期缴纳 而且这个 实现要求 记住 最长呢 是不能超过 三个月 再有 纳税人 未按期 缴纳税款的 除责令 缴纳之外 按日 加收 至纳税款 万分之五的 至纳金 注意至纳金的比例 至纳税款的 万分之五 而且是 按天算 以及 享受 减税 免税 优惠的 纳税人 减税 免税 期满 应当是从 期满 次日期 恢复 纳税义务 好 我们再来看 税款征收方式 这个简单了解 就可以了 包括查账 征收 查定征收 查验征收 定期定额征收 委托 代征税款 邮寄纳税 以及网络申报等等 好 接下来 我们重点讨论 税款征收 保障措施 这是历年考试 考的特别多的要点 而且 往往会在这个 综合分析当中 以案例形式 来考察大家 好 首先是 税收保全措施 注意关键词 保全 区别于 我们后边讲到的 税收 强制 执行 措施 好 那什么是税收 保全措施呢 是指 室友机关 有根据认为 从事生产经的 纳税人 有逃避 纳税 义务行为的 可以在 规定的 纳税期 之前 换句话说 尚未征税的时候 怎么样呢 责令其 限期缴纳 应纳税款 如果在 限期内 室友机关呢 发现 纳税人 明显有 转移 隐匿 应纳税商品 货物 其他财产 或收入行为 那么 责承其 提供 纳税担保 那注意 责令 限期缴纳 应纳税款 什么 责承提供 纳税担保 注意这两条 并不是税收 保全措施 接下来注意 如果纳税人 他不能提供 纳税担保的 而且注意级别 经 限以上 税务局 或分局局长批准 可以采取 以下的 税收 保全措施 好 再次明确 责令 限期缴纳 应纳税款 责承提供 纳税担保 这二者 不是税收 保全措施 而是在 纳税人 不能提供 纳税担保的 情况下 还得经 限以上的 税务局局长批准 可以采取以下 两个方面的 税收 保全措施 注意关键词 一是 书面通知 当然得书面通知 对吧 不能是口头了 书面通知 纳税人 开户银行 或者是 其他金融机构 注意关键词 冻结 不是扣脚 冻结 纳税人的金额 相当于 应纳税款的存款 说到 冻结存款 很明确 这不是一种 保全措施的体现吗 再有 关键词 扣押 查封 注意 还没到拍卖 哪一步 对吧 扣押 查封 纳税人 价值相当于 应纳税款的 商品 货物 或者是 其他财产 也不难理解 扣押 查封财产 跟这个 冻结 存款 很明显 这都属于 保全措施 范畴 好 我们再来看 强制 执行措施 注意 跟保全措施 之间的区别 如果 纳税人 或扣脚 一个人 没有 按照 规定的期限 缴纳 或者 结缴税款 担保人 也是 未按期 缴纳 所担保的税款 注意前提 都是 没有 按期 对吧 好 那市有机关 责令 限期缴纳 如果预期 仍未缴纳 还欠着呢 还是经 限以上的 市有局 或分局局长批准 那市有机关 可以采取以下的 强制 执行措施 注意 责令 限期缴纳 这不属于 强制执行措施 如果预期 仍未缴纳 再强制执行 而且跟那个 税收保全 意思一样 得是经 限以上的 市有局 或分局局长批准 才能实施 好 哪些 强制执行措施呢 两大方面 注意 跟税收 保全措施 要区别开来 首先 还是书面通知 开户银行 或其他金融机构 从这个 纳市人的存款当中 去扣缴税款 注意 就不是冻结了 扣缴 很明显 冻结是保全的手段 一说扣缴 这不就是 强制执行了吗 或者扣押 查封 注意 还有什么呢 拍卖 或变卖 其价值 相当于 应纳税款的 商品 货物 或者其他财产 以拍卖或变卖所得呢 来抵较税款 注意 除了扣押 查封之外 有拍卖 或变卖了 很明显 这是强制执行 而不仅仅是保全了 对吧 另外注意 个人及其所抚养家属 维持生活 必须的 住房和用品 不在税收保全措施 和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 好 再来就是离境清税措施 从字面 大家也不能猜出来 这是什么措施 是指欠缴税款的纳税人 或其法定代表人 需要出境的 应当在出境之前 向市有机关 结清 应纳税款 质纳金 或者提供担保 否则 市有机关 可以通知出境管理机关 阻止其出境 第四 是税收优先制度 注意税收 怎么个优先 首先 税收优先于 无担保债权 这个不难理解 那如果是有担保债权呢 那就得看 是欠税在先 还是有担保的债务 它发生在先 那如果那是人 发生欠税 在前的 那显然 税收就应该优先于 什么抵押权 职权 刘智权的执行 就相当是 优先于这个 有担保债权了 因为很清楚 那时人是先发生 欠税了 再有 税收当然是优先于 罚款 和没收 违法所得 第五呢 是代位权 和撤销权制度 什么意思呢 如果欠缴 税款的那时人 因待于行使 到期债权 或者放弃 到期债权 或者无偿 转让财产 或者 你明显 不合理的低价 转让财产 而受人知道 该倾行的 不难理解 这些情形 很明显 那时人知道 这些钱 我即使拿到了 其实也不是我的 我也得去 交那个税去 好 那我干脆省事了吧 债权到期 我也不要了 或者是我 无偿转让财产 或者是明显 不合理低价 去转让财产 好 那如果发生 这些情形 怎样呢 对国家税收 当然会造成损害 好 那社会机关呢 可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关于代位权 与撤销权的 相关规定 行使代位权 和撤销权 比如说 欠缴税款的 纳税人 待于 行使 到期债权 好 那社会机关 可以行使代位权 带他去行使 对吧 或者 比如说 像你明显 不合理低价 转让财产 而让人知道 或者他 无偿 转让财产 然后等等 这些 社会机关呢 都能够行使 撤销权 撤销这些交易 好 我们来看一个多选题 2020年4月 丁公司 因预期 未缴纳 应缴税款 当地社会机关 责令其 限期缴纳 丁公司 仍未缴纳 事有机关 对其采取了 税收 强制执行措施 那么 丁公司的主管 事有机关 可以采取的 税收 强制执行措施 有哪些呢 A 责令丁公司 提供纳税担保 排除掉 B 责令丁公司 限期 缴纳税款 也排除掉 咱们强调过 这两条 既不属于 税收的 保全措施 也不属于 税收 强制执行措施 C 书面通知 丁公司的开航银行 从丁公司存款中 扣除税款 扣除 不说扣缴 很明显 这个关键词 表明这是 税收 强制执行措施 如果是 冻结 存款 这是税收保险 对吧 D 依法拍卖 丁公司价值 相当于 应纳税额的财产 用一底角税款 好 看到关键词 拍卖 用拍卖所得 去 底角税款 那很明显 这是 税收 强制执行措施 如果是扣押 查封 没有拍卖 变卖 那就是 税收 保全措施 对吧 一 通知 出境管理机关 阻止 丁公司 法定 代表人出现 这很明显 这是咱前面讲到的 离境 清税 措施 说白 就是 你这个税 没结清 你是 不能够 离境 走人的 不属于 强制执行措施 好 本题答案应当是 C和D 好 我们再看一个多选题 税有机关 采取的下列措施当中 属于税收 保全措施的 有哪些 A 责令 纳税人 限期 奖纳税款 咱前面一句 讲掉 它不属于 税收 保全措施 B 书面 通知 纳税人 开户银行 冻结 纳税人 相当于 应纳税款的存款 好 看到 冻结存款 关键词 冻结 这属于 税收 保全措施 C 书面 通知 纳税人 开户银行 从纳税人 存款当中 扣脚 税款 好 看到扣脚俩子 很明显 这是 强制 执行措施了 对吧 D 向纳税人 加收 质纳金 这 不属于 税收 保全措施 当然 它也不是 强制 执行措施 E 查封 纳税人 价值相当于 应纳税款的商品 看到关键词 查封 那注意 还没到 拍卖 变卖那一步 那扣押 查封 这是税收 保全措施 那如果是 拍卖变卖 用所得 抵较税款 那就是强制执行了 对吧 本题答案应当是 B和E 好 我们再看一个多选题 下列课 下列课项中 属于税款征收 保障措施的 有哪些 A 税收 保全措施 这是有的 B 税收 强制执行措施 这是有的 Z 税务检查措施 这不在税款征收 保障措施 范围之列 对吧 D 行使 代位权 撤销权 这是有的 E 税收 优先制度 这也有 本题呢 是 AB 第一 而大家还记得 税款征收 保障措施 一共是五个方面 对吧 除了 一杆当中 涉及的这四个方面之外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是那个 离境 清税措施 大家记得 好 我们再来看 税务检查 那税务检查的范围 教材呢 写的很多 我们总结一下 大致呢 可以概括成为 以下几个方面 包括查证权 场地检查权 责承提供资料权 询问权 交通要道 和邮政企业的查证权 以及查核存款账户权 那这两个细节 都是跟查核存款账户有关的 那如果是查核存款账户 注意级别 应当是经县以上 税务局或分局局长批准 税务机关呢 可以查询 从事生产经营的 纳税人 扣脚义务人的存款账户 那如果涉及 税务机关调查税收违法案件的 那应当是经社区的市 自治州以上的事务局 或分局局长批准 可以查询 案件 涉及设计 涉及人员的储蓄存款 注意这两个级别要求 我们再看法律责任方面的有关规定 首先 如果纳税人或扣脚义务人 违反税务管理行为 那纳税人是处于2000元以下罚款 情结严重处于2000元到1万元罚款 那扣脚义务人呢 还是一般情况下呢 2000元以下罚款 情结严重呢 是2000到5000元罚款 注意 跟纳税人相比呢 是减半了 其实也不难接受 说到扣脚义务人 跟纳税人相比 你从字面上能体会 他的责任呢 相对的是轻了一点点 对吧 其次 如果是没有按照规定 使用税务登记证件的 那么处于2000到1万的罚款 相当是那个 清洁比较严重的罚款情形 如果清洁 再严重 对吧 那就是处于100元到5万元的罚款 那对于逃避缴纳税款的 那是处于50%到5倍的罚款 那骗税抗税 你从字面都能理解 这事很严重 对吧 那处于1到5倍的罚款 这事很严重的罚款 这事很严重的罚款